Hello 大家好 我是 Mr. Eric Tang 在上一集我們就設定了一個 layer 我們叫做 HTML 的 div 的位置 我們的方法就是利用一個 CSS 的 rules 叫做 absolute 而且設定了 top 和 left 不過在上一集我說錯了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 absolute 的位置是相對哪一點來講呢 上一集我就是說相對起它原本的位置的左上角 的這一點 我移動了這個 layer 之後 就是起回相對它原本位置的 top 和 left 來講的 但是我說錯了 我想起這一集再更正的 我們看一看這一幅圖 在 CSS 裏面其實我們設定每一條 rules 是相對一組的 tag 來講的 好似我現在這條 rule 是相對這一組 tag 來講的 而在 CSS 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在每一組 tag CSS 是會看成是一個盒 一個 box 而我們在說 absolute position 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說說它的 top 和 left 是相對包著它那個 box 即是說包著它那個 tab 來講的 即是現在這個 case 呢 top 是指由這一個位置去到這裏的距離 而 left 是這一個位置去到這裏的距離 所以在這一個 case 這個 div 是被一個 body 的 tag 包著 所以它是相對 body 來講的 但是我們看看下一個 case 啦 大家見到這一個 div 其實它不是被 body 包著的 它是被另一個 div 包著的 所以它的我們叫做父母 parent parent tag 其實是這一個 div 所以如果我們做 absolute position 的時候 那個 top 和 left 是相對它的父母 即是說在包著它的這個 box 的 top 和 left 來講 好處是什麽呢 好處就是當我移動包著它那個 box 的位置的時候 然後呢 裏面的 box 的位置呢 是會一齊動 這一個呢 就是 absolute position 的特性啦 其實在 CSS 裏面呢 除了 absolute position 之外呢 還有很多不同的 position 的設定的 只不過是 absolute position 我們用得比較多 今天講的是這麽多 拜拜